穿过万语千言 幸福也就不再遥远 去逃往明月 对应成双对 谁要飞到天上的洪雪 两天相跃转转绵绵绵 慢慢慢慢长夜 在身边 你究竟是不是神仙 你拜拜我不就知道了吗 娘子在上请受夫君一拜 不如趁此良辰没景 你我夫妻二人把前因后果 威威道来 我还说对天发誓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 你干什么 我就想这么一直看着你 我总觉得以这眼神里面套路点什么 想起大牢之夜总有点情不自禁 清天白日的你克制一点 此去玄虎城途经为猛山 想起客栈储物间那一幕 总是有点遗憾 遗憾你找白杰去你找我干吗 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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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还说 你等等我 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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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了 还说 不是 你听我解释 好痛 疼 你在马上上说过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这才多久啊 你就反悔了 如果我今天没有听到你们的对话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本来是想到了玄虎城 慢慢跟你解释的 我真的没有故意想要瞒你 只是很多事情 在开始真的不能说了 你故意栽赃我破海苏木 将我流放 那是因为原来被我写死的人 母亲灵妻 路旁 要不就是中风 要不就是死了 我怕你也会走上我设计的那条路 但是后来 母亲醒了 灵妻也没死 然后我就放心了 我一直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你当时特别恨我 你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 那你要把我推给陈楚楚 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喜欢你之后 我就没这么做了 我心急你利用 那我不是偷龙骨 治好了你的心急吗 你假造秘性 在陈楚楚面前栽赃我 这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 我心急也是你设计的吧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治好了你的心急 你是治好了 那不是因为是你设计的吗 我懒得跟你解释 我懒得跟你解释 你干吗 不生活起来 我只是 太意外了 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之前为什么总是骗我 我做的事 又总是与你的初衷背道而驰 你为什么与我从小遇到我 你为什么与我从小遇到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